关于缘分的传闻有千万种 唯有我最接近真相 因为我是月老 掌管世间姻缘的神仙 繁华的闹市区 百货大厦的门口 聚起了一堆人 有些穿着时尚的年轻人 还拿出手机 围观着奇葩的一幕 人群的最中央 是一对情侣 女生二十出头 穿着超短裤露奇装 化着浓烟的妆容 她提着几袋最新款的衣服 脸上全是不耐烦 而那个男生跟她差不多年纪 穿着舅舅的T恤和牛仔裤 她正跪在地上 求女生不要分手 小云 我错了 明天我就给你买那件裙子 不要和我分手好吗 男生眼眶微红 声音带着些颤抖 这不是一件衣服的问题 我已经受够了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 你能给我什么幸福呢 你能不能向那男人洒脱点 不要这么死缠烂打 女生侧过脸 躲着那些手机的镜头 我会努力的 我什么都会给你的 房子 车子 首饰 一个温暖的家 只要你再给我一段时间 我拼了命 也会给你幸福的 男生以不顾自己的尊严 紧紧地拉着女生的手 你他妈的放开好不好 丢人 我什么时候找你要那些东西了 我只是 想要安全感 你连最基本的安全感 都无法给我 说这些不值一文的承诺 有什么用 女生用力甩脱男人的手 就像被拆穿谎言的骗子 脸上 带着恼羞成怒的潮红 围观的人指指点点 说这个女生 在商场里逛了一下午 买了大几千块钱的衣服 几乎用光了男生刚发的工资 半个小时前 女生又看中一款裙子 男生犹豫了一番 劝他过段时间再来买 终究导致现在的局面 没钱谈什么恋爱吗 真是卑微的舔狗 一个拿着手机的男生吃笑 我消索地站在上空 这个世界已经复杂到 我看不懂的地步了 把用情置身的人 称作舔狗 把玩弄感情的人 称为情圣 把不顾他人感受 只顾自己利益的行为 称作个性自由 把荒淫烂交 称为性解放 一切古老而传统的东西 都被他们嗤之以鼻 凡人看不见的姻缘红线 也变得比任何时代都要复杂 就拿这一对情侣来说 男生身上的红线 紧紧地系在女生手上 但女生身上的红线 分成了五六根岔线 红线的尽头 散满城市的角落 有一根在一个富二代手上 有一根在一个酒吧歌手手上 居然还有一根在他的房东手上 那可是一个接近六十岁的老头子 可见这女生 是一个多么放荡的人 我用斩圆刀轻轻一挥 男生身上的那条红线 猛地崩断 只是一瞬间 那男生就像换了一个人 眼睛里的泪水消失殆尽 他站起来拍拍自己裤子上的挥 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这个行为 不仅惊讶了围观的人 更让那女生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备胎 从来不敢扶逆自己 今儿是怎么了 你干嘛 女生追到男生身边 装出一副生气的模样 不干嘛 你要走就走吧 男生耐心地等着红绿灯 自从红线被斩断后 男生变了一种气质 不再唯唯诺诺 不再低着头弯着腰 眼神坦率且自信 后面看热闹的人起红发笑 女生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再加上莫名的 他又不是很想甩脱这个备胎了 你真那么残忍啊 我不过就是和你耍个小脾气嘛 女生主动牵男生的手 露出撒娇和可怜的神态 这一招百事百重 无论什么时候 那男生看到他这副模样 都会软下心来哄他 但今天见鬼般的不灵了 你怎么那么恶心 男生触电般甩开女生胳膊 快步走到马路对面 身影渐渐消失在黑夜里 妈的 渣男 老娘真是瞎了眼 这是一种关于尊严的羞辱 就像一个奴隶突然跳起来 甩了你一耳光 你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女生气急败坏地在路边大骂 如酒精沧桑的泼妇一般 围观人群散去后 女生拿出手机 思考着该找谁共赌春宵 我又用斩原刀挥了一下 他身上的红绳纷纷断落 只剩下一条 紧紧地连在那个房东老头子手上 那个老头子有七有子 还有一定程度的暴力倾向 三个月后 那个女生脸肿得像个猪头 浑身全是血污 被那老头像扔垃圾一样甩到楼道时 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此刻的举动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神仙也很焦虑 前段时间 上一任财神被查出滥用职权 因为他的本家姓马 老婆姓王 导致凡检首富不是姓马 就是姓王 玉帝查出问题后 雷霆大怒 把那个财神免之打入畜生道 换了个廉洁的小神仙来当财神 好像那几个凡间首富 近段时间都倒了霉 不知是不是和新财神的行为有关 还有土地宫 更是夸张的离谱 凡间的人穷极一生 也住不上一套房子 而那些有钱人买房子 就像买水果 因为房子的问题 凡人怨声载道 逢年过节的供奉也不再真诚 往往内心还在咒骂 贼老天 我们每天累得像条狗 什么时候才能买到一套自己的房子 在这样的情形下 土地宫被打入凡间 要做六十六式的建筑工人 让他好好体会一番那种痛苦 还有我这个新入职的月老 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在之前的时代 就像凡间歌里唱的一样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很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那时做月老还是很轻松的 等到男女成年系上一根红绳 大概率就能管一辈子 而到了现在 各种千奇百怪的情况都出现了 男人喜欢男人 女人喜欢女人 不管男女都喜欢 这种情况让我们月老很难做 以前牵红绳只看年龄 现在还得加上性别 增加了工作难度 还有一些年轻人 天天躺在家里混吃等死 你把红线给他准备好了 他依然不愿出门 把自己心意的对象 设置为网上的人物 比如偶像明星 甚至是动漫人物 和某些爱裸露身体的男人女人 这种情况 在东莹小岛里最常见 还给自己取了个好玩的名称 叫宅男宅女 这他妈要我们月老怎么牵线 最夸张的 就是现代人对感情的态度 完全就是朝三暮四 半年前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到我的神卫前面祈祷 说实话 现在这个时代 还信奉月老的人少之又少 我的神卫在山间 小妙外一棵榕树下面 一年也来不了几个人 所谓物以稀为贵 对于那些虔诚的供奉者 我都是有求必应 那个眼镜男放下些贡品 说自己不想努力了 希望能找个富婆 余生在荣华富贵中度过 那个晚上 我就给她牵了红线 勤联企业的女股东 刚死了第六任丈夫 家产数以亿计 是个标准的富婆 那个女股东姓名 明总在闹市区的大饭店 吃完饭后 等司机开车出来的时候 瞥见路边抽烟的眼镜男 那男人其貌不扬 身材瘦弱 却没缘由地 让明总心潮澎湃 明总让司机把他叫过来 在车上聊了十分钟 第二天一早 眼镜男刚走出破旧的连租房 就收到明总送他的礼物 一部限量版的豪车 之前只在杂志上见过 眼镜男大喜 拿上车钥匙 就去街上兜风 看着路边行人现眼的眼光 还有那些辣妹抛过来的媚眼 作为一个一无所成的loser 眼镜男体会到 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明总的攻势越来越烈 名牌手表 定制西服 不限额的信用卡 很快 眼镜男就不再为生活而发愁 沉迷于这种纸醉精迷的生活中 当然 他心里很清楚 这一切的来源 都是富婆明总 人生能有多少次机遇 遇到了就要大力地把握他 终于在半个月后 明总把他叫到海边的私人别墅 喝完一瓶数十万美元的红酒后 两人走进卧室 眼镜男从来没料到 明总是个有特殊癖好的女人 不仅用皮带抽了他两小时 还作裂了他的盆骨 明总体重160kg 不管他怎么哀求 明总都不让他下床 折腾一夜后 他被送进急诊室 养了半个月伤后 他怒不可恶地感到小庙 一脚踢飞我的神位 说我他妈的在惩她 靠 这一切不是他哀求的吗 我也发火了 把他的红线 改到另一个女人手上 那个女人是明总的孪生姐妹 直接把他做到半身不随 下半辈子都只能推轮以生活 城市的中心地带 有一个酒吧 名字叫Mekka Valley 是我们神仙的聚会点 这个酒吧装修很有格调 调酒师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无论你多有钱有事 一天只给你调一杯酒 喝完你就只能点饮料或是茶水 而且每天只营业到十二点 午夜一到准时关门 老邱 你主管的是西方业务 怎么有时间过来这边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对面 烫着金黄色卷发的男人 丘比特 外国人叫他丘比特 那些老外总以为 他是个单纯的小孩子 光着屁股拿着弓箭 实则又老又丑 老杜 我也不想来啊 怪就怪你这边的女人 重阳没外的太多 我们那边随便过来一个烂人 都能和几十甚至上百的女人 扯上姻缘线 简直烂七八糟 上面 要我过来告知你一声 好好牵那些女人的线 不要把业务区域搞复杂了 老邱喝一口酒 阴阳怪气地对我说 妈的 你那些过来的洋人都是渣男 你怎么不好管管他们 白尾说我手下的红娘 性格暴躁极恶如仇 站起来路上袖子 你想干嘛 我们正先谈试 哪有你插嘴的份 大小不分 老邱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翘着二郎腿 嚣张地望着我们 白尾手一挥 一道真火就射向老邱那边 老邱脸都没抬 一道无形的屏障出现在他面前 真火打在上面 就像重拳入棉花 火势很快消减 老板 把空调开大点 好热啊 楼下的客人纷纷抱怨 估计是那道真火的缘故 你手下的人好像不懂归咎 要不要我帮你教训一下他 老邱还是懒散地靠在沙发 但眼睛里露出一丝寒光 你以为我怕你啊 白尾好像真的火了 拿出他的仙气 够了 我拦在白尾身前 把自己的那杯酒 摆在老邱面前 大家都是同事 何必搞得那么难看 老邱 我会好好管理的 不会影响你业绩 挺上道 老邱笑着把我的酒喝完 一副欠打的模样 伸了个懒腰 搂着个羊妞离开座位 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教训他 白尾愤愤不平地坐下 你打得过他吗 我 就算我打不过 不还有你吗 白尾气呼呼地吃一口 果盘里的西瓜 傻丫头 混仙道不是打打杀杀 当神仙是人情世故 我拍拍他的肩膀 露出一个深意的笑容 同行是冤家 老邱和我分管不同的区域 彼此都看不顺眼 互相告了不少黑状 我和他一样 都在等一个机会 扳倒对方 吞掉对方的市场 对了老大 有个千年难遇的怪事 需要你过去看看 什么怪事 一根斩不断的红线 白尾气消了点 郑重地看着我 那个女孩叫苏玲 她的男朋友叫夏天 半年前俩人 因为小事大吵一架 恰逢是个雷雨天 交通状况很恶劣 夏天被一辆汽车撞飞 直到现在都没醒过来 医生做了好几次手术 告诉苏玲这个男孩 大概绿成植物人 苏玲和夏天 都是穷家小户出来的孩子 父母没什么积蓄 高昂的医疗费用 早就掏空了 夏天父母的家底 处于各方面考量 夏天的爸爸 把苏玲约到家里 只是短短两个月 夏天的父亲 就像老了十岁 双鬓不满白发 他给苏玲倒了一杯茶 温和地对他说 玲玲 你是个好女孩 以后的路还长 不要再管夏天的事了 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吧 苏玲没有喝茶 只是站起来 朝这个男人居一躬 叔叔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我是不会放弃夏天的 我会等她醒过来 就算她这辈子醒不过来 我也要在她身边陪她 她是对我最好的人 我心甘情愿 你 你不要这么感性 女孩子没几年好时光 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男人眼眶微红 她被这个女孩的决心所感动 我无怨无悔 苏玲又居一躬 拧开门走了出去 苏玲本来是大三的学生 夏天出事后 毅然决然地辍学 去各个地方打工 每天要做三四份工作 往往累到 坐在巴士车上就能睡着 都是为了支付夏天的住院费 我化作凡行 走上巴士车 坐在她身旁 看着这个面容清秀眉宇间 却很倔强的女孩 我用手轻轻地剪她身上的红线 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被剪断的红线飘在半空 只是一瞬 又重结在一起 我加大灵力 又剪了几次 情况没有变化 苏玲的红线 紧紧连在夏天手上 你干什么 大概受我的灵力影响 苏玲惊醒了 大眼睛谨慎地看着我 身体呈一个防备的姿势 我没干什么呀 我脸色有点尴尬 你是小偷 苏玲猛地站起来 检查自己口袋里的东西 司机听到这话猛踩刹车 把车停到路边后 也走到我面前 已经是末班车 车里总共就我们三个人 我差点吐血 好歹我也是个神仙 就算画的样子不怎么帅 也不至于被当成小偷吧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头臂没有 司机粗着嗓子质问我 呃 我感到头大 因为我确实没有投币 我也没有凡间用的钱啊 苏玲检查一遍身上的东西后 坐到另一排的位置上 看样子他把我当坏人了 司机见我结结巴巴的样子 脸色变得更有敌意 他指着后门口 下去 大哥 我今天忘带钱了 这里钱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你把我丢这里我怎么办啊 我露出委屈巴巴的表情 下车 司机就像吃了火药一般 伸出手拉我的胳膊 我被那司机扯起来 推推嗓嗓地往后面走 我不停地说好话 用球肯的眼神望着苏玲 算了 我替他给巴 苏玲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硬币 递给司机 巴士车重新发动 窗外的夜景飞逝 苏玲把窗开了一个小缝 风吹动他乌黑的长发 露出白皙的额头 谢谢 我坐到他身后的座位 讨好般道谢 不客气 他敷衍地回答我一句 入神般看着窗外 你跟着我干什么 下车后走了十分钟 苏玲突然转过身瞪着我 这是一片破旧的民宅 道路边布满杂草和垃圾 偶尔还有流浪猫狗窜窜出来 如果不是经济拮据 像他这样的女孩子 是断不会住这里的 没有 我只是想还你钱 你不要老是用那种眼神看我嘛 我被他的眼神盯得不自然 我就那么猥琐像坏人吗 你连巴士都做不起 哪来的钱还我 苏玲嘴边浮现出笑意 微带嘲讽的笑意 我只是今天没带钱 又不代表我没钱 算了吧 你这种落魄小子 我见得多了 不要仗着自己长得还行 就到处聊妹 回去洗洗睡吧 苏玲扭头就走 等等 我大声叫住她 大爷的 这丫头已经侮辱到我 身为神仙的尊严了 我现在就把钱还给你 小街的镜头 是一家彩票站 虽然已经是深夜 还有一些打着赤膊的男人聚在里面 你借我两块钱 我马上还给你 我朝苏玲伸出手 啊 苏玲嘴巴可以放下一个鸡蛋 她被我的动作唬住了 你也不差这两块钱吧 试试运气咯 原来你是毒狗 苏玲摆我一眼 继续往前走 我一口老血吐出来 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啊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一分钱难倒活神仙 我把这个底压给你 我摘掉手上的月老玉剑 追上去放到她手里 这是什么玩意 值钱吗 苏玲拿着戒指 对着月色打量 月老玉剑是神器 在夜色里 泛着琉璃红光 不至于连两块都不值吧 我快疯了 这女人到底有多小钱 天可怜见 苏玲终于给我两个硬币 我一溜烟地跑进彩票站 买好一张彩票 那是时时开奖的彩票 十分钟后就出结果 我擦擦脸上的汗 把彩票拍在她手上 待会儿进去领奖 小弟弟 你是不是喝大了 苏玲又露出若有若无的笑意 靠 小爷我比你大上千岁好吗 我没搭理她 十分钟过去了 当彩票站门口的显示屏 公布结果时 苏玲整个人都猛了 她拿着彩票的手微微发抖 整个人因兴奋 脸色潮红 我刚准备说话时 苏玲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拼命咬着我的胳膊 天哪 我知道了 你就是少年赌神 你要带我发财啊 我差点昏过去 这娘的脑袋到底是什么做的 两块钱的彩票 中了二等奖十万块 当苏玲领到钱后 乐呵呵地请我吃夜宵 我终于见识到 苏玲真正的样子 她舔舔手指 把钞票数了几遍 把钱全部塞进自己的包包里 然后恢复神色 坐在我对面晃点我 弟弟 这些钱虽然是你赚的 我也算是原始投资人 咱们一人一半 那么多钱放你身上不安全 姐姐我先替你保管 好吗 你只借了我几块钱 凭什么分那么多钱给你 我心里好笑 脸上却很认真 别那么小气嘛 朋友之间为点钱伤 感情多俗啊 苏玲眼睛里带着雕滑的光 把凳子搬到我身边 和我攀关系 咱们以后好好合作 有你这个手艺 还怕赚不到大钱吗 我们什么时候是朋友了 你不是骂我毒狗吗 现在就是了吗 我叫苏玲 弟弟你叫什么 那姑娘还真会来是 笑眯眯地给我倒饮料 杜仲 对了 你怎么知道彩票肯定会中奖 不知道 我瞎买的 我喝了一口叫做可乐的饮料 这玩意儿 被称作快乐神仙水 第一口有点呛 喝习惯了还真不错 神仙都有天眼 不仅能看到凡人的前世 也能预知城市的未来 但我暂时不想 告诉他自己的身份 一方面是找机会 剪断他的红线 更重要的 以这姑娘的性格 估计会把我当精神病 胡编了一个身份 说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 苏玲很仗义地 帮我找了个住宿 就在她的房间对面 第二天一早 苏玲就把我拉去 城市的繁华地带 那里有更大的彩票站 看样子 这女孩是把我当提款机了 当然 我也有我的计划 为了拖延时间 我买的彩票 都中的是小奖 最多才两千块 苏玲道 没有失望 向个后勤队员 给我扇风倒水 中午十二点 大街上爆发出一阵尖叫 街边的女生 疯了一般围过去 拿出手机往里面挤 陆长一 现在最火的流量小声 拍的电视播一步火一步 各大时装带颜的蠢 只是在街边露了个头 就造成了交通瘫痪的状况 天哪 是陆长一爱 弟弟你 先在这里买着 我去找他要个签名 和其他花痴女一样 苏玲也站起来往那边跑 说到底 人类的感情 就是如此脆弱 所谓的两情相悦 至死不渝 只是没遇见更好的 我趁着混乱施展灵力 把苏玲身上的红线斩断 和陆长一的红线连在一起 小心 没受伤吧 陆长一身材修长 五官深邃 看见苏玲被挤得差点摔倒 伸出手扶住他 两人四目相对 心中都荡起连衣 没 没事 苏玲的脸红透了 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颤抖 一直在电视上看到的人 出现在自己眼前 比屏幕里还要英俊的脸 苏玲只觉心跳如雷 小姐 你手臂流血了 我送你去医院吧 追星的女生太多 苏玲的手臂被指甲刮出一道口子 陆长一温柔地询问 那些被安保推开的女生 都极度地瞪着苏玲 愤恨这种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为什么不是自己 没关系的 苏玲细弱文银地说 上车吧 我车上有纱布 被破伤风就麻烦了 陆长一拉着苏玲的手走向房车 不顾经纪人阻拦的眼色 不出意外 这是会成明天的娱乐头条 豪车关上门的那刹那 我丢掉手上的彩票 怅然地离开了街道 千年前 也出现过一根斩不断的红线 仙界的仙女下凡嬉戏 看到一个山谷湖水清澈 就脱光了衣服在里面洗澡 那群仙女都是西王母所生 实则是会知天上的晚霞 称为织女 其中最小的织女年方十六 最得西王母喜爱 其他织女都暗自记恨 趁她洗澡时 把她的衣服带走 结伴先行回了仙界 那位仙女洗完澡后 发现姐姐都走了 自己也没了衣服 待在水里不敢声张 天色越来越黑 虽然是神仙 仙女也害怕地流下眼泪 此时 一位放牛归来的青年路过 她见到水中 还有一个人影 以为是有人溺水 不假思索 就脱掉外套 跳入湖中 仙女全身赤裸 见一个男人朝自己游过来 羞得手足无措 就在那青年 就要看见她的时候 仙女施展灵力 轻弹手指 平静的湖水 突然激荡汹涌 青年本来水性极好 却觉得 此刻自己如大海里的一片孤帆 呛了几口水后 就昏死过去 仙女天性善良 把青年就到岸上 脱掉她的衣服 穿在自己身上 正准备返回天界时 却发现自己的仙气也被带走 仙气就相当于凡间的身份证 没有这个守门的天将 是不会放行的 正在慌张无措之际 那位背包的 只剩一条短裤的青年 却醒过来 你穿我衣服做什么 农家少年 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 木讷地问道 仙女羞红了脸 就像天边淡红的晚霞 一根斩不断的红线 就在此刻突然地出现 成为流传千年的传说 老杜 你他妈在瞎用灵力 损坏凡间秩序 就算我们是好友 我也要去上面告你 新财神是我的发小 为人刚正不饿 他大声发着牢骚 打断了我的遐想 就十几万的事情 至于吗 我笑眯眯地给他倒一杯茶 拍拍他胳膊 什么不至于 凡间的事情多复杂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什么事情都有因果律 那张彩票本来该别人中奖 那些钱说不定是救命钱 就因为你滥用私权 害得一个本该上的 起学的孩子尚不起学 或是一个本该 就得回来的女人就不回来 要是更严重的 万一那女人是个孕妇 新财神唾沫星子喷我一脸 估计气得够呛 得得得 越说越夸张 升个官把你能的 你 新财神把茶杯重重地 拍在桌子上 头像压脖子一样 哽着朝向窗外 这小子从小就这样 一本正经 还不惊斗 就在我准备说几句好话 服个软时 白微急匆匆地拉开门 很少见到她 那么慌乱的模样 老大 出事了 苏林自尽了 夏天 16岁 我们第一次说话 当时我被班上的 坏孩子欺负 一向好脾气的你 挡在我身前 哪怕自己 被打得满脸是血 也不让那些男生 靠近我一步 从小我就是个孤独的人 父母都嫌弃我是个女孩 从来不关心我 那是第一次有人保护我 其实在那一天 我就喜欢你了 你是个很温柔的人 我脾气却很糟糕 我敏感又爱猜忌 都是害怕自己不受伤害 每次吵架 你都耐心地哄我 想着各种法子逗我开心 我问你为什么 要对我这么好 你总是开玩笑 说 就是要把我脾气 宠得越来越大 到时候没有男人受得了我 我就只能找你结婚了 你这个坏蛋 那一天 我又无缘无故发脾气 大雨天跑到街上 你连鞋都顾不上穿 就追出来 那辆车撞过来的时候 是你再一次挡在我面前 你浑身是血 疼的嘴唇都在打颤 还抹我的脸安慰我 要我别哭 哭了就不好看了 夏天 你为什么那么傻呢 我这样的女孩 你为什么要付出到那种程度 夏天啊 你猜我今天遇到谁了 就是现在最红的明星陆长衣 她长得可比你好看多了 她看我受伤 把我请到她的车里 给我包扎伤口 还送我很好看的项链 她说 她对我有点动心 希望我能和她约会 哪怕我不放心 她的职业 也至少该给她一个机会 夏天 我那一刻居然动心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居然和她接吻了 下一秒 我就恨起自己来 我是一个多么丑恶的女儿 明明有一个拿命对我好的人 居然还要一情别恋 我几乎是癫狂地跑下车 我不该是这样的人哪 夏天 你会原谅我吗 一生下午跟我说 你身体已经坚持不了多久 也许两三个月 就会 没关系的夏天 这次让我 来保护你 我提前过去等你 无论天堂还是地狱 我一定好好地陪着你 再也不对你发脾气 哪怕你怨我打我 我也不会生气 就这么约定了 好吗 精英的泪水 滴在病床上 男生苍白的嘴边 苏玲温柔地 亲了一口男生的额头 拿出口袋里的安眠药 一颗又一颗地塞到自己嘴里 半小时候 平静地倒在地板上 我如木桩般站在原地 看着苏玲林中的记忆 我从没有预料到 人类对感情的执念 居然可以冲破灵力的束缚 可以到达舍生忘死的地步 午夜的幽风起 病房的窗帘微微扬起 两个穿着高级西装的男人走进来 他们是这一任牛头马面 手上拿着锁魂链 看到我和白薇 两个人都有点惊讶 这个人 你们不能带走 我挡在苏玲的尸体前 阻止他们的动作 月仙 这不合规矩吧 这是我们明府的业务 说话的牛头还算恭敬 马面却已跃跃欲试 想要绕过我锁魂 你们要是男伴 要你们上面的人来和我谈 管他作甚 我们做自己的事 谁拦着就扮谁 马面一般推开我 锁魂链闪电般 拴住苏玲的脖子 把他的七魂六魄往外扯 下一秒 马面整个人撞在墙上 嘴里呕出血来 他剧烈咳嗽几声 爬起来想和我算账 长得丑就别学人家打扮 看你们整个跟男公关似的 丢仙界的人 我昂着头 看着牛头马面 以下范上 你们领导有没有教过你们规矩 我是郑仙 就算管音源也是郑仙 你们是散仙 就算是十足的亲信 也是散仙 散仙有资格在正仙面前晾法器吗 马面估计是气疯了 毛耳朵都露出来 再这样下去 估计就得先真身了 牛头目光英智地看着我 朝我微微鞠躬 说道 月仙教训的是 但扰乱生死率事关重大 要是出了问题 责任谁付 责任我付 有何问题 只管来找我 好 那今天我们就先回去 出了披露 您向上面解释 牛头扶着马面往外走 一袭听到马面骂我的慧语 你不是说做神仙 不靠打打杀杀吗 拍拍打打也无妨 对大的自然要讲人情事故了 皎洁的月色下 我看清楚苏灵最后的表情 嘴角微微上扬 带着释然的笑 我 在哪 我还活着 苏灵皱着梅柔额头 虽然我用灵力把她就回来 那些要玩的副作用还残留着 为什么干这种傻事 男欢女爱天经地义 又有谁强迫你此生 只能爱一个人 清晨的阳光洒进屋子 我叹了一口气问道 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 你到底是谁 苏灵抱着枕头 身体往后缩 我是月老 掌管姻缘的神仙 啊 苏灵目瞪口袋 她又被我唬住了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一个特权 无论你想和谁在一起 我都帮你牵红线 让她此生只爱你一个人 除了病床上这个男生 靠 神经病 苏灵把枕头砸过来 果不其然 这姑娘反应 还真在我预料之中 但是很快 她就相信了我的话 因为时间静止了 枕头停留在空中 距我一尺的地方 墙上的时钟滴答声也停住 努力想说出一个字来 却怎么也做不到 我还可以给你一个选择 我把这个男生就行 让你们好好在一起 但是你要考虑清楚 你能承担起这个结局吗 我慢慢站起来 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 让她看到 这段姻缘的未来 三个月后 夏天终于醒了 苏灵喜极而泣 给她办了出院手续 在家全心全意照顾她 学着做饭 弄得手指都是伤 给她洗衣服 冬天被动的发抖 但无论何时 苏灵脸上都有满足的笑容 一年后 两人结为夫妻 婚礼上 夏天眼眶微红地 给苏灵承诺 这辈子只会对她一个人好 那是苏灵最幸福的时光 她穿着婚纱 漂亮的就像林波仙子 享受着所有人的祝福 三年后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家里多了些吵闹 也多了份欢乐 又过了一年 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 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苏灵因为生养孩子 容貌大变 纤细的腰枝上长满坠肉 脸色越来越黄 开始长雀斑 夏天却因为事业有成 还是那副阴气俊朗的模样 无数年轻女孩 在她身边打转 夏天开始素业不归 习惯外面的应酬 每次醉醺醺地回到家 倒床就睡 不愿意和苏灵做过多交谈 七年后 夏天和一个妖艳的女人 在包间喝酒 苏灵破门而入 气急败坏的苏灵 摔了很多东西 还要打那个女人 被夏天拦住 你说过 你这辈子只对我好的 苏灵生死历劫 拉着夏天的袖子 你够了 我没对你好吗 你记不记得 当年我为了你 差点连命都丢了 你能不能收莲点脾气 夏天冷冷甩开她的手 一片狼藉的包间里 夏天接着喝酒 十二年后 夏天已经公然地带女人回家 那时她已经是千万富翁 心里想的都是 怎么甩掉苏灵这个黄脸婆 一言不合就大发脾气 爱情 爱情早就在生活的琐事中 尸骨无存 为了两个孩子 苏灵一直在委屈求全 直到有一天 她翻到自己的结婚录像带 看着里面青春迷人的自己 还有那个俊朗深情的新郎 她突然哭起来 开始只是哽咽 后来变成嚎啕大哭 这是我想要的幸福吗 这就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幸福吗 苏灵哭到筋疲力尽 看到楼下又带着女人回来的夏天 那一刻 所有的绝望都爆发 她拿起一把水果刀扑下楼 时间恢复正常 秒钟向前推了一个 即使是这样的结局 你还要跟她在一起吗 我重新坐回到椅子上 直直地看着她 苏灵整个人都在发抖 脸色变得惨白 就像溺水的人刚被救上来一般 哈哈哈哈 她发出尖叫 眼泪大滴大滴砸下 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 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未来 关于缘分的传言有千万种 唯有我最接近真相 但只是我自以为 千年前那对少男少女 很快就坠入爱河 仙女是个对凡间一事 不懂的糊涂虫 闹了很多笑话 但那个农家少年 都温柔地包容了她 天条有三大铁律 首当其冲的就是 不能和凡人私通 玉帝听到其他仙女打的小报告后 雷霆大怒 派天兵把仙女抓回天剑 此时 仙女已经怀有一子 希望母为仙女求情 只要她把这个孩子打掉 不再见那个少年 就免去她所有的罪责 重新回归仙旨 面对着满天神佛 一向胆小的仙女 决然地摇摇头 玉帝从来没有这么震怒过 她最疼爱这个小女儿 没想到 她竟能忤逆到如此程度 于是 她下了一道残酷的天令 仙女被流放到断尘岛 那是一个孤岛 上面无花无草 无水无石 神仙在上面 灵力会慢慢消失 一百年 仙女就会变成凡人 两百年 仙女就会坠入地狱 五百年 仙女就会魂飞魄散 彻底地消散在世间 而那个农家少年 被带到断尘岛对面的小山上 眼睁睁看着最心爱的人 受尽痛苦 那少年想尽办法 不休不眠造船 却遇到狂风大浪 用树枝做风筝 却一次次摔到海里 两个彼此深爱的男女 每时每刻 都在求而不得的痛苦中煎熬 但那根红线 还是坚韧地连在一起 那是两颗心的呼应 直到那一天 一声啼哭出现在岛上 少年已经穷尽心血 他毕竟只是个凡人 他用最后的力气跳进海 慢慢朝心爱之人游去 一步一步 虽然是惊涛骇浪 他的眼里也没有惶恐 而仙女眼睁睁 看着少年做粪死一搏 把孩子放在地上 也跳到海里 什么天条 什么注定 他们只是 想最后看对方一眼 哪怕会尸骨无存 也无怨无悔 却先是仙女的侍女 见到此景 再也无法忍耐 违抗天命搭雀桥 让他们终于相聚在星海上 你好吗 少年已经成了老人模样 他温柔地看着妻子 我不悔 仙女已经用光了灵力 随时都会明灭 眼睛里却充满着幸福 惊雷乍起 喜鹊纷纷消散 两个紧紧相拥的恋人 坠入幽冥银河 只剩下 那个婴孩的啼哭声 在寂静的空间回荡 你说 我母亲为什么宁愿魂飞魄散 也要在那个岛上苦等她 连我的死活都不顾 就是为了见她最后一面 情之一物 为何能让人做到这种程度 只是一杯酒 我觉得自己已经醉了 神仙是不会醉的 除非自己想醉 白薇坐到我身边 轻轻握着我的手 你别怪你母亲 她把所有的灵力都给了你 才和你父亲一起赴死 我不怪她 我只是 想不通为什么 长相思稀长相意 短相思稀无穷极 导致如此伴人心 和如当初莫相识 其实做了这么长时间红娘 我也不明白 凡人其实是很脆弱的 但动情的时候 却能爆发极大的力量 不畏艰难 甚至能献出生命 他们 其实很强大 内心有依靠的时候 比我们神仙还要强大 白薇把她的那杯酒 递到我手上 温柔地看着我 她的母亲 就是上一任雀仙 事后也被牵连 打入轮回道 不想这些了 考虑怎么上后吧 我们这次得罪的神仙太多了 我把杯中 酒一迎而进 慢慢走下楼梯 麦卡维里酒吧 已经关门 那位个性的调酒师 坐在沙发上 他是这一任死神 打了他的小弟 不给个交代时 说不过去了 心裁神也神情淡漠地 坐在一旁 虽是好友 想必他也把我的事迹 伤到天庭 实则所在 我不怪他 最中间的位置 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 太白精心这种档次的神仙 算是高层领导了 估计是上面派来收拾我的 他寸我笑了笑 说 坐下说话 滥用灵力 扰乱凡间 便度重为下先 去盘桃园当门将 太白精心传达了上面的指令 靠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被降职成一个看大门的 我还是急得跳起来 死神和财神脸上 都浮现出一丝笑意 等着看我的笑话 太白精心慢悠悠喝一口茶 开始闭目养神 在内工作都是一样吗 当年斗战圣佛 还去喂马呢 对啊 工作是不分大小的 在咱们天庭 哪怕是一条内裤 一张卫生纸 都有它的用途 不要发牢骚了 那两个王八蛋 居然还唱起双簧嘲讽我 领导 这事情有没有得商量 我陪着笑脸 蹲在太白精心身前 怎么商量 这都不是你第一次违反天条 不要仗着西王母 是你外婆 就胡作非为 你这样 弄得大家都很难办 那个老狐狸睁开眼 翘着胡子训我 对对对 我一定吸收教训改正错误 老领导 我这水瓶去当门将 不是大财小用吗 我讨好班给他添茶 那你去向御地求情吧 我只是负责传达 其实 我们可不可以换个思路 我眼珠一转 做到财神和死神的中间 大家想想 自从分了东西方区域后 管西方的神仙 处处压我们一头 我这边的丘比特就不说了 财神 那边动不动乱搞操纵股市 弄得到处是金融危机 还有死神 你探娘的不要造型了 那边的冥王发动军政 欺负那些小国家 三天一大打两天一小打 都是为了搞业务 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 每次开会 却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我这点小事 说到底是内部矛盾 不如我们趁此机会做个局 给那群老小子下个套 三个神仙都没说话 太白金星 还是悠哉悠哉地喝茶 财神耿着脖子看夜色 死神又开始凹躁行 得 都是群没中的 只当我没说 看大门就看大门 我还乐得清闲呢 我骂骂咧咧地站起来 下一秒 他们仨不约而同睁开眼 嘴角都浮起脚霞的笑容 此后的事情顺理成章 太白金星回天庭报告 说我确实有失职 但最不至此 最重要的是 丘比特野心过大 给那些洋人乱牵线 来这边的洋人 大多数像种马 试图吞战这边的业务区域 我作为本地月老 也是受了刺激 才做出一些过激行为 可以从轻处理 同时 死神和财神也纷纷上书 死神说 有些洋人烂交 明知自己有艾滋 还到处乱搞 给他的生死部 惹了不少麻烦 每天都有莫名其妙的名单出现 总有披露 就这样 丘比特被免职 接受判官的审讯 落水狗不打是不行的 算起来这一任的黑脸判官 是我舅舅 舅舅和我心照不宣 种种大行一用 丘比特顶不住就招了 说西方那边管事的 早就看我们这边不顺眼 确实使了各种诡计 想抢业务 这下事情就捅大了 玉帝拍烂了三个桌子 下令把那群管事的全部降职 不得随意插手别人区域的业务 做神仙不是打打杀杀 我举起酒杯 混仙倒是人情世故 那三位也举起酒杯 喝完一起大笑 死神今天心情好 破例给我们多调了几杯酒 白威扑斥一声笑出来 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繁华的闹市区 一对情侣轻易地牵着手 从我身前经过 女生开朗外向 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男生沉默温柔 紧紧地牵着她的手 即使是这样的结局 你还要跟她在一起吗 苏玲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她精神彻底崩溃 坐在地板上发抖尖叫 你还要坚持吗 我扶起她的脸 看着她饮满泪水的眼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苏玲喃喃自语 仿佛大病一场 那跟红线摇摇晃晃 有自行崩断的迹象 就在我认定 苏玲即将放弃的时候 她突然用力抓住我的手 虽然恐慌不安 但眼睛里多了分果敢 请你就回答 为什么 我觉得不可思议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她未来不会在乎你的 我喜欢她 我爱她 哪怕她将来会那样对我 此刻我也依然爱她 我希望她能健康平安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心 苏玲虔诚地扑在地上 用力磕头 求我就回夏天的命 摇摇欲坠的红线 又重新结在一起 千丝万缕的紧密相连 成了无法解开的死结 这 就是苏玲的决心 我眼眶红了 把手拍在她的额头上 她眼睛一黑 倒在床边 我洗去了她这几天的记忆 老大 你为什么要用幻境骗她 姻缘不上她的未来不是这样 白薇根在我身后 忍不住发问 答案超乎我的预料 就像飞蛾扑火 明知道会被烧死 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这是傻吗 还是一种真挚的勇敢 我轻轻地扶正苏玲的脑袋 让她靠在夏天的枕边 再次醒来的时候 她会看到 夏天慢慢苏醒 她会有无比幸福的笑容 月老大仙 求求你 我已经找了好多份工作 他们都不要我 我连饭都快吃不起了 这些贡品 是我用身上最后的钱买的 求求你 给我一个富婆吧 我不想努力了 身材瘦弱的眼睛难跪在地上 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的愿望 这是一座山间的古庙 门口一棵漂亮的榕树下 是月老的神位 听附近村民说 这个月老可灵了 求姻缘的人都能达成心愿 但这个时代 相信这个传说的人越来越少 说到底 月老算是个芝麻官 年轻人更喜欢搞钱 一来二往 神位面前的贡品 就少得可怜 要不我们也去试试吧 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生笑着说 我走不动了 你自己去吧 一个穿着裙子的女生 坐在台阶上 揉着自己的脚踝 穿着高跟鞋爬山 简直是自讨苦吃 看打扮就知道 这是对旅游的情侣 男生弯下腰 温柔地帮女生敷上窗壳贴 摸摸她的脑袋 下山我背你 别不高兴了 知道了知道了 你去玩吧 不用管我 女生带着笑意 把男生往外推 男生去寺庙里买好供品 虔诚地跪在树下 月老 我希望能和苏林白头偕老 她是一个没安全感的女孩 我希望能永远陪在她身边保护她 不让她被欺负 男生瞥了一眼不远处的女生 又弯下身子 若是注定 我和她不能在一起 请派一个比我更爱她的男生 让她能永远快乐 风轻轻地浮动 女生不停地催促男生下山 男生笑着跑过去 没人注意到 那个摆在石头上的供品 不知何时少了一份 女生不停地催促